人生遇到一次奇遇就是我跟那人坐大陆的动车 居然是这个整个车厢只有我跟那人两人 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遇到这么奇怪的情形 怀疑人生是不是我跟那人被世人给遗忘了 一辈子放行 一辈子开了 真的 从这边发出去 车厢内只有我们两个人 第一次坐到动车出发站只有我跟那人两个人第一次遇到 后面的车厢就很多了 真的耶 现在要去行事啊 嗯 这车厢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 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遇到啊 对 坐那么多次 现在是淡季了吧 现在是淡季的关系啊 难得 各位旅客 担任本次列车服务工作的 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乘务组 为了保证您的旅行安全 严禁携带危险品上车 禁制在动车组列车上任何部位吸烟含电子烟 车厢内安全设施仅供紧急情况下使用 请勿随意触碰以免影响列车运行 车上电源插座仅限于笔记本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 电动剂虚刀 移动充电器的充电 请您在充电时注意用电安全 您在相互交谈和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时 尽量降低声音 避免打扰其他旅客 随身物品请放在行李架上 并安放稳妥 较大物品请放在车厢一端的大件行李处 请勿堵塞通道 座椅背后的小桌板 是供大家放书刊 茶杯用短 沉重的物件请不要放在上面 也不要趴在上面休息 车厢内设有电茶炉 您在取开水时 请注意不要接得太慢 以免杯子里的水外溢 烫伤您及其他旅客 请您将开水杯盖好 您请勿控放置在座椅往东内 不要放置在活动小桌板上 以免前排旅客在调整座椅时 打翻开水杯烫伤自己或他人 各位家长 请勿让儿童在车厢内奔跑 打闹攀爬座椅 手扶门缝 触碰电茶炉 以免发生意外伤害 动车堵列车密闭性强 为保持空气清晰 请您不要在车内使用 浓重气味的食品 更不要在车内脱鞋 请不要将包括卫生纸在内的杂物 丢进洗手盆 做便器和便池内 以免造成堵塞 谢谢您的配合 了解更多铁路出行资讯 请关注广州铁路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 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 祝您旅途愉快 是不是很神奇 一辈子就让我遇到这么一次 不知道你是否也跟我曾经遇过同样的情形 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开启小铃铛 随时接收我最新的讯息 同时也帮我分享出去 好的 我们后会有期